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开心 因为有机会在香港乐高探索中心开幕前 带着我的儿女和儿女率先来玩 他们真的玩得很尽情 入场玩得不舍得走 这个香港乐高探索中心 是以LEGO为主题的亲子室内游乐场 而大人是需要带最少一个小朋友入场 如果只有大人是不能进去玩的 里面有3万平方尺 一共有10个主题区 我会逐一跟大家分享 一进去就会见到小朋友高度的LEGO人仔 非常可爱 打卡就最对了 我们来到了第一个主题区 迷你天地 Mindyland 这里非常梦幻 是香港很多个地区的缩影 有中环 湾仔 尖沙咀 天坛大法 等等香港著名的景点 这里是用了100万块LEGO的职木砌成的 还有日景和夜景 每隔大约5分钟就会转换一次 我们先来看一下LEGO版本的中环 这里是天星码头 旁边有摩天轮和前立法会大楼 会见到电车穿越中环 也都见到中环著名的地标 康洛大厦和IFC 会封银行总行大厦 还有在维港上的中式古帆船 咦 居然有无间道 在天台拔窗对峙的经典场景 这些全部都是LEGO齐出来的 真的很精彩 然后我们去九龙那边看看 有尖沙主中楼和文化中心 咦 这里下面有个洞 捐进去之后 可以走到中楼的旁边 很搞笑的 很热闹的廟街 在mini land这区 会有一些互动的按钮 按下去会有一些小惊喜 咦 看看街上的这些店铺 挺似曾相识 好像是万宁和二顺 然后我们再看看港渡区 哇 有山顶纜车 还会不停地上山和下山 山下面有湾仔区 记得留意下面这里 是地底 居然把整个湾仔地铁站 用LEGO砌出来 上面是大堂 下面是月台 很精细 还可以看到迫着站的地铁 然后这里是湾仔历史文物经 有活发的和昌大鸭 还有被列为一级历史建筑的 旧堂楼南屋 这个镜是清朝同志 年间落成的湾仔不帝庙 这里是非常港式的楼梯大排档 这个不是叶问终极一战 天台练舞的场景 看看有人在街上求婚 有收老公人在转地 还有在天台聊天的朋友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 应该是天坛大佛 居然用LEGO砌出来 还要很相似 那些LEGO人在这里 很努力爬着楼梯 旁边有同样在大嶼山的大澳渔村 在这里一按键 中华白海豚就会出现 最后这里是跑马地马场 小朋友很喜欢这里 因为可以跑马仔 不停地按按按按 马就会向前跑 可以斗快冲向终点 然后我们来到了中庭 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钟楼 还会每15分钟布时一次 布时时上面的窗会打开 就会看到里面的红色恐龙 中间会有几个人物在转圈 小朋友看得很开心 在中庭旁边有一个落高赛车场主题区 小朋友说很喜欢这里 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汽车零件 可以在这里亲手砌一架LEGO车 旁边有两款不同的赛道 砌好之后可以比拼下哪一架车更厉害 这个斜斜的赛道 首先放好车在气点 然后按按键 1 2 3 GO 看看哪一架车快点 然后旁边有一个好像滑梯的赛道 来试试哪一架车可以冲得远一点 都蛮刺激的 这里也有一个地震测试区 只要在四方形上面建楼 然后再按按键 这个四方形就会好像地震一样 看看你建立的楼是否稳定 会不会地震都不淋 这里是LEGO影院 一去到小朋友已经说超级期待了 我们去那天有两套不同的电影 轮流每隔30分钟上演 门口是会有时间表格 一边看电影一边会飘来风雨和泡泡 看完之后又发现我们变成这样 都蛮搞笑的 在这里有两个为小朋友而设的机动游戏 一个是古宝力险 我们坐上了一架勇士战车 然后就用雷射枪 去射一些怪兽、魔鬼和敌人 去拯救公主 射中了就会有分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我们前前后后都玩了几次 而另一个机动游戏是魔法转盘 是模仪一个魔法屋的场景 机动游戏会转圈 然后就会有个脚踏 我们就好像踩单车一路踩 一路踩座位就会一路上升 越踩得快就会升得越高 就好像狮子魔法 慢慢飞上天 而这里是设计给小妹妹的 这里叫深湖城 里面有五位乐高好朋友的人仔 積木模型 桌子中间有一个用Lego砌的城市 有很多很漂亮的屋子和建筑物 还可以看到屋里的人和摆设 都很可爱 而墙内也有一间Lego咖啡屋 就算玩了一天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移土 觉得这里的环境也蛮舒服 而墙上也有一些Lego画和装饰 看到这个Lunch Box很可爱 它会配合一个甜甜圈和一盒饭 旁边还有一间Party Room 将来可以给小朋友做生日会 在咖啡店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农庄 是设计给比较小的小朋友 这里的Lego植木都是大一码 而看看这朵花 按下去会有动物的叫声 而各位Lego小粉丝 一定不能错过一个落高创意工作室 一个workshop 是由Lego达人导师 教小朋友砌一些Lego模型 只要是五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参加 因为每一班的人数有限 我们那天要预早落丑 如果小朋友太小的话 家长都可以进去一起上堂 而今天模型的主题是 刚才玩那个古宝力显那辆战车 导师都教得很用心 每一个步骤之后 都会去看看大家 跟不跟得上 好开心啊 这辆战车终于砌好了 最后和阿sir和车 一起拍照留念一下 之后还发现 房间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作品 有武师 没有火龙 有建筑工人在搭棚 还有巴士和的士 全部都是香港的经典 在出口那里有一间大型礼品店 都有一些很有趣的打卡位 这里会有 Lego凉版本的玩具和精品 最后如果有时间 可以在出口搭扶手电梯 上去地面户外位置 会见到这只Lego熊猫 是由 自拍Lego设计师 所创作的 好型仔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你会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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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